2022年7月份生活圣言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耶稣正朝着耶路撒冷前进 在那里要完成他的使命 途中他进了一个村庄 在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家中做客 圣使路加描述两姐妹 如何热情地招待耶稣 马尔大扮演着传统的女主人角色 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 而玛利亚却坐在主的脚前 听他讲话 玛利亚的专注和玛尔大的紧张忙碌 形成鲜明的对比 玛尔大抱怨玛利亚丢下他一个人 伺候耶稣 耶稣于是回应说 玛尔大 玛尔大 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 是不能从他夺去的 这段经文正好放在两端圣经章节之间 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及耶稣教导门徒们如何祈祷 前者也许是关于爱信人最精湛的表述 而后者肯定表达了与天主父紧密关系的最高境界 如此几乎构成了对弟兄的爱和对天主的爱的平衡点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这一段圣经章节的主角是两位妇女 耶稣与玛尔大的对话 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因此玛尔大感到可以坦言向师父抱怨 但是究竟耶稣希望受到怎样的接待呢 他所关心的是玛尔大不要劳碌忧虑 而要摆脱传统赋予女性的角色 也像玛利亚那样聆听她的说话 她要进入一个新的角色 即成为她的门徒 这一段经文经常被视为 末观祈祷生活与具体服务的生活之间的对比 差不多好像是两种要做出取舍的宗教生活方式 但无论是玛尔大或是玛利亚 两人都很爱耶稣 并愿意为他服务 事实上在福音中 并没有说祈祷和聆听圣言比仁爱更重要 而是要找出对天主和对近人的爱之间 那密不可分的维系 两者并不互相对立 而是互补的 因为天主的爱是一体的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然后我们仍然需要很好的理解 什么是那唯一需要的事 为此这句话的开头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 耶稣说 玛尔大 玛尔大 他重复地喊玛尔大的名字 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在斥责 但实际上却是圣招的呼召方式 因此 耶稣似乎在召教玛尔大 以新的方式与他建立关系 他与耶稣不再是主仆的关系 而是关系亲密的朋友 卢迦勒写道 耶稣利用这情景向我们解释 人生命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聆听耶稣讲的话 对于写下了这篇章节的圣史 路加来说 听耶稣讲话 也意味着实践他的话 这也是你要去实践的 接受天主的话 让他的话使你潜移默化 不仅如此 而且要忠于圣言 并默存于心 从而让他塑造你的生命 就如同把种子保存在大地的怀抱里 使之发芽滋长并结出果实 因此圣言的效果就是要结出新生命的果实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谁晓得我们会有多少机会 也如同马尔大和玛利亚那样 在我们家中热情地接待耶稣 坐在这位师父的脚下 聆听他 做他真正的门徒 但是很多时候 各种担忧 疾病 任务 甚至喜乐和满足 往往会令我们迷失于众多要处理的事情中 使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 认出并聆听耶稣 这句圣言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 提醒我们锻炼选择最好的部分 也就是聆听他的话语 好能获得那份内在的自由 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 做出与圣言相应的行动 每个行为都是与他这份爱的关系之成果 使服务及聆听具有意义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